熊市旅游今年前三季的营收121亿元年增19% 熊市表示今年主要的营收来源 日本线在日元贬值因素的刺激之下已经成长6成 因此展望第四季在日本线持续成长 以及各线报名进度也呈现超前的带动之下 对于单季营收维持乐观预期